下面来讲解存储文件的方式 当完成一件作品或者处理完成一副打开的图像时 需要将完成的图像的进行存储 这时候呢就应用到了存储命令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存储分为几种 第一种存储 存储为还有像存储为Weber和设备所用格式 这样的一些设置 我们这里面的重点讲解存储和存储为 它有什么区别 首先呢 比如我创建一个画布 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对它进行适当的编辑 比如用画笔 用画笔呢 绘制了一个这样的效果 黑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对它进行存储 Ctrl加S 比如说存储到桌面上去 一二三存储 存储完成以后 我再对它进行编辑 比如说使用红色 再绘制一个红色的效果 绘制完成以后 我们看 再次单击存储命令的时候呢 就不会弹出存储对话框了 为什么呢 它就会根据原来保存的位置 自动的将它进行保存 保存在哪呢 桌面 现在我们看一下桌面上有一个一二三 对不对 打开它以后看一下 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修改 再对它进行修改 如果你按存储的话 还可以将它存储 再一个呢 就是存储为 所谓存储为呢 也叫另存为 就是可以将当前编辑的图像呢 另外的保存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二三四 保存 保存完以后呢 我将它关闭掉 看一下啊 一二三 和二三四有什么区别 一二三呢 就是在我没有绘制这个蓝色线的时候 保存的 而另存为呢 显示的就是 画绘制蓝色线以后的一个效果 再看一二三 我将这些图形呢 全部删除掉 首先我先绘制一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线条 然后按Ctrl加S将它保存 然后我再绘制一个 红色的线条 将它另存为 二三四 保存以后 如果说我再对它进行编辑 比如说再绘制一个绿色的线条 再应用保存的话 它会保存的哪个位置呢 是会保存在二三四呢 还是一二三呢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二三有没有变化呢 说明它又保存在二三四里面了 也就是说另存为以后 对原来的文件 没有任何影响了 就是说 如果说我创建了一个新的文档 我对它进行编辑 如果我用的是存储命令的话 每次存储都会把以前的这个文件呢 进行更改 就是说你修改了 绘制了 它就会按照这个绘制或者修改的位置呢 进行保存 而另存为呢 就可以将它呢 保存在另外的一个位置 对原来的这个图形呢 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了 这就是保存和另存为 它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另外呢 在存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不同的格式 如果是一个分层图片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它保存成PSD格式 比如说有些时候 我们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格式 比如说像EPS格式啊 GPG格式啊 PNG格式啊 TF格式啊 BMP格式啊 对吧 需要不同的格式的时候 怎么办呢 可以在这个文件格式位置呢 来设置 比如说将它保存成GPG格式 为命名一保存 确定 现在看 为命名 就是这个 打开以后看一下 这就是GPG的 我们知道 刚才创建的时候呢 是一个透明的背景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透明的背景 保存成GPG以后呢 因为它本身不支持透明 所以说 它的背景呢 会自动的变成白色 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呢 比如像保存成 TF的 是吧 EPS的 这里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不同的格式 它的用法 PSD呢 一般来说 分层文件 你要保存原文件的话 就要保存成PSD的 所以PSD的就是 比如说两个层 你保存以后 再打开 它还是两个层 比如说 现在我在这个上面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 我对它呢 进行适当的调整 比如说 随便的绘制一些笔触 绘制完成以后 我们看 它是一个单独的层 所以它可以进行任意的移动 我现在将它进行保存 保存中PSD的 未命名 确定 然后再将它打开 未命名 PSD 看看它的图层 还是分层的 对不对 现在呢 我对它重新进行存储 存储为 存储什么格式呢 比如说 存储为GPG的 单击保存 未命名 我给它覆盖掉 然后就把它关掉 再打开这个未命名 GPG的 看一下 它的图层呢 只有一个层 也就是说 你要保存成GPG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将 这个分层文件呢 进行拼合 变成一个图层 来进行保存 所以说 如果保存原文件的话 要保存PSD 这样便于你以后 对这个图形的 设计作品的进行修改 GPG格式呢 一般是一个 比较常用的格式 通常用在 视频 屏幕上 比如像一些 我们说的这个网页呀 或者一些视频文件呢 要应用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保存成GPG PNG呢 也可以应用在网页中 它是一种支持 透明的一种格式 再一个呢 就是TF 如果你要进行印刷的话 那要把它保存成TF格式 而且呢 要将模式改为CMYK模式 如果你要进行 出片打样的话呢 也要把它保存成TF格式 就是印刷的300线的 所谓300线就是 分辨率为300 像素每英寸的一个设置 这是几个不同格式的用法 另外还有像BMP的 它的用法呢 BMP呢 主要也是网页的一些应用 TGA的一般是序列图 比如说像我们 采用的像AE啊 Premiere 这样的软件 可以用到TGA格式 一般来说 我们平时制作中 用TGA格式的机会呢 非常非常的少 PDF格式呢 主要是一个 全球的一种通用的格式 它是用来阅读的 它不适合于做图形 一般呢 是一个文档的形式 来保存 是最好的 就是排版文件 一般用PDF比较多 这里面重点记忆 就是PSD分层的 TF 这个GPG 网页应用 就是屏幕应用的 TF 印刷应用的 PNG 网页应用的 TGA 一般的是动画应用 当然 我们说这个 做这个什么呢 图片 也可以用TGA 不过一般不做动画的话呢 用TGA的机会非常少 TF也是一个分层的 如果你保存了TF 它本身是一个分层图片的话 它也会分层 那有很多这个读者呢 问我 他说 这样的一个图形 比如说 我打开了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随便打开一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单层文件 我把它保存成 PSD 那它会不会就分层呢 比如说 保存成 111 保存 它会不会是分层的 你不是说PSD是分层的吗 那它会不会分层 我们打开 以实际情况来看一下 111 有没有 保存成GPG了 是吧 我们重新来打开 111 然后将它进行存储 存储为什么呢 PSD 保存成 111PSD 保存 现在看它这个单层文件 我再次把它打开的时候 它会不会就分层了呢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有些读者会问 为什么PSD它不分层呢 这个分层和不分层呢 是根据你做的时候 保存的时候 它是否分层 如果保存的时候 这个图层面板中 有多个图层 那它就是分层的 如果你保存的 本来就是一个单层的文件 保存以后 它也是一个单层文件 它不可能自动创建一些图层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感谢观看